县府为了改善竹山镇内多条单行道交通问题 在日前也再度召开座谈会 这次除了希望能够倾听更多名义外 也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 来统计地方民众的需求 盼能紧速找出共识改善问题 去年底已经有开过一次会议 那地方的名义代表相关的人士有反应是说 想把它改成机车可以双向的通行 今天是第二场的一个说明的一个会议 那我们是想要再听看有不同的建议吗 或是或有其他的想法 如果有的话我们来参考办理这样子 那我们还会再做一个相关的 可能对当地附近的住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问卷 那听看他们的居民的意见想法这样子 竹山镇内单行道交通问题影响地方许久 先议员油耗也期许借由这次会议的办理 能找出改善方案 来保障民众通行安全 并促进地方的繁荣 在竹山市区 还一直都存在着这单行道的交通不变 还造成不管是当地的民众 摊贩甚至游客 在这边常常都会有一些交通事故 能够针对这个单行道的问题 今天好好地再做一次彻底的讨论 那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 也让未来无论是在地的居民 或甚至游客 都能够在竹山的市区 好好享有这个交通安全 还有希望这样子交通能够便利的时候 能够带动我们竹山地区的发展 先议员蔡孟儿也呼吁宪府相关单位 因重视地方需求 紧速来做出改善方案 让通行民众与周边商家的权益都能够受到保障 我们希望今天这个协调看市要在居民的行车安全 方便性以及我们店街的行李方面 可以取出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希望我们管政府一定要重视 我们第三个的目情 遇到这个单行道通车这个问题 要怎么进行 希望有这个最大的改善的方向 议长何胜峰也期许透过座谈会的召开 能商讨出共识 让民众通行更加安全 也能符合周边商家的需求 使竹山能够更加进步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导